身穿越南传统服奥袋 新二代刘德耀 正在准备越南语教织人员的资格考 也是未来成为越南语老师的第一关 虽然面对镜头有些紧张 但他有着优秀的语言天分 从小就跟着妈妈学习母语 各位同学大家好 大家有没有跟我说什么 M叫台R 德耀妈妈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越南语老师 二十多年前嫁来台湾后 开始投入越南语教学 也经常到处当志工服务新著名 这份热忱深深影响了德耀 国小到现在 他会补兼国小 他会跟老师说 这是我妈妈她从越南来的 到现在他不发现他的孩子这样的 说我妈妈是一样的 回去越南的时候 邻居都有讲一些讲越南话的小朋友 他们每次都会来找我玩 但是那些越南话我又听不太懂 所以我就必须说 我好像需要去知道这个语言 它是什么样子的去说 然后我才能跟他们玩嘛 对越南文化的热爱和使命感 让他决定参加移民署第一届 新二代青山大使征选 经过严格面试培训 现在到移民署洽工民众 都有机会接受他亲切的服务 请问扫描科学吗 那请帮我消毒一下 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我来拿我的居留证 居留证的话是在那边拿的 对 好那在那边帮我跟他询问一下 谢谢 非常谢谢他 就是在20年前就来台湾 因为他从小就带我去参加 很多志工的活动 去服务民众 那他的这种主动服务的行为 他就是让我看到了他的认真 他的典范 就是他成为了我的典范 然后让我可以 也是愿意去走出去来服务大家 自信的说着妈妈的家乡话 语言给了德耀力量 也让他走出一段不一样的人生历程 就好了 我是真的 在本身中的 再 Э典范里面说 这种人生历程是